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部分 是关于市值400号 这个指标里 到底是一个史上最贵的解释 还是史上最被误解的一个解释 因为这个解释呢 如果各位 无聊的时候去看 每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书 大概没什么人有这个4号 但是你可以去网络上下载 每年中央政府总预算书 它大概都有几行字会告诉你 这个 政府有多少继承道路 还有其他带征收的土地 那在107年的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 它就列出说 目前全台湾有5400多公顷的继承道路 还没有征收 然后跟其他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加在一起 如果我们只用低于市价的公告限制来算 就达到10兆元新台币 只有政府有一个10兆元新台币的潜在债务在那里 那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逐年来思考怎么解决 或逐年编列预算来解决 但基本上都是没怎么解决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一号解释 因为光是这一号解释说违宪 然后并且政府并且应该要逐年编列预算来征收 继承道路这一点 就让政府背上了10兆元的这个债务 而且是随着公告地价不断的调升 这一点会越来越多 但真的是如此吗 它为什么被认为很贵 而不是被认为其实很便宜呢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 我觉得大部分论者都忽略了 试载号解释的解释理由书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都作为至少令国法律人 令国400号的人大概都记得什么 年代久远不复记忆啊 我们八七水灾日据时代这个时间很久的要件 或者是说有不特定人能够通行这样的要件 但其实破题解释理由书就说 这个通行的必要需为不特定之公众通行所必要 而且而非仅为通行之便利或省事 各位大概都大部分人 法律人都学过民法 民法七八八七条讲到代替通行的时候 也讲说必须要通行之必要 但民法条文并没有告诉你说 不是仅为通行之便利或省事而已 所以你说在民法里面 你可以说那个必要是不是指说 每天如果我可以省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是必要呢 这里是有解释空间 但大法官解释是为了杜绝这种可能的解释 这种很投机的一个解释 他就说不是哦 只是通行的便利或省事 是不构成通行必要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台湾到底有多少继承道路是符合这个要件 因为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统计里面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真的去看这个构成要件 好像是只要是已经被用成道路 而且不是属于政府公有的 或者是私有已经设定了地上权 或者是通行益权的 他就把它当成继承道路 但是事实上这个继承道路是一回事 但是400号解释所要求要办理征收补偿的事 已经成立公用地义关系的嘛 但是成立公用地义关系必须要必要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必要纳进来的话 这号解释就不会这么昂贵 因为绝大部分的继承道路都不符合 这个要件 但是好奇的是说 那如果400号真的要求是这样的必要的话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构成呢 如果是代地而需要有通行的需求的话 那明法已经有代地通行权了 为什么还需要创设一个公用地义关系呢 那这个不特定人如果不是代地利用人的话 那为什么他会有通行必要呢 那这个是400号解释 第一个这个要件没有说清楚 那也没有被其他的文献所详细讨论 所以我在这个书上我的理解是 大法官当中想这个要件呢 不纯然是想说 要让他变成一个 400号解释变成一个史上最贵的解释 而是要让很多土地已经被用作继承道路的人 可以跟政府说 这里没有通行必要 所以还来 你必须要废止公用 OK 那如果到现在很多路都还没有废止公用的话 作为比如说如果是你律师 你有个客户有这样子的事实的话 那我认为说按照400号解释 当事人是可以向法院提出 确认公用人义关系不存在的诉讼 OK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偿的可能性 这我们等一下的子题会谈 那我这边稍微谈一下 为什么在上一页的时候 我有提到说 这个是公用人义关系还是公用地义关系 就是这一点在400号解释的时候 他创设了一个新的词 在400号解释出现之前 并没有公用地义关系这个词 但是什么叫公用地义关系呢 因为地义权跟人义权的不同在于说 地义权是指需要另外一块土地提供服务 比如说让他通行的 是某一块不动产的 比如土地或房屋的权利人 所以义权是附着在不动产上 或者在不动产之间的 那人义权呢 则是说是某一个特定的人 他可以要求某一块土地或房屋 对他提供服务 那人义权 如果你看一般的教科师会告诉你说 我们没有这个传统啊 然后不像德国有什么限制的人义权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精确的说法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的地上权 农育权 还有这个其他的很多权 像三级五根建筑屋的这种耕地的耕作权 其实全部都是人义权 我们没有的是一般性的人义权 就是你可以自由创设一个人义权 比如说在这个中世纪英国的时候 他创设很多人义权是说 如果某一个人他可以 某一个人可以要求 比如说作为领主他可以要求某一个土地所有权 人说在每年的七月一号要给我一篮鲜花 那这个是属于领主的权利 然后可能只有领主的继承人来继承 但并不附着在某一块土地上面 那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权利 那所以这个公用地义关系 如果指的是不特定的人 但仍然是人 那些人不一定要有不动产的话 那他其实是一个公用人义关系 就是只是他的权利人 就是人义权人是一个不特定的人 所以大法官说公用地义关系 其实是一个不对的词 所以在书里面我也常常使用 公用人义关系这样的词 比较精确 好 那再讲一点就让这个李律师来发挥 就是第一个是 到底公用人义关系 或公用地义关系 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 它是一个公法关系 还是一个司法关系呢 如果你看七五八号解释的话 可以说这个问题在我国法治上 是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为七五八号解释就是说 这个是公法关系 但是如果你在看四百号解释 它又说这是一个私有土地 而具有公共用务性质的法律关系 那就比较悬了 就是这两号解释 其实都没有讲 公用地义关系是怎么发生的 好像是说时间经过之后 就自然发生了 就类似一种时效取得的概念 好 那就算是时效取得好了 就是今天假设 我就是一个继承道路的所有权人 然后我可以追溯到 这个五十年前开始 开始有邻居开始通行 那邻居可能是ABCD 然后后来是ABCD的小孩 孙子 孙女什么开始出现 但是这些就算是 你以时效取得的概念来想 就是时间经过了 某一些通行的人 取得继续行走的权利 然后继承道路所有权人 再也不能阻止他们走 但这就是特定的那一些人 为什么会曾经有一些人 走过我的土地 然后走了某一些时间之后 突然变成其他不特定人都可以走 就算变成其他的不特定人 都可以走的话 为什么就变成功法关系 本来类似时效取得概念是说 你ABCD他的小孩有走 所以这一些人 跟我成立了司法上的关系 但怎么样 在什么一个时点 从特定人变成不特定人 又从不特定人 跟既承道路所有权人 间的司法关系 变成一个功法关系呢 我觉得这事不管是400号758号 其实都没有讲清楚 我认为其实就是一个司法关系 就不多说 那先请这个李律师 我觉得永健 第一个先跟各位问好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场合 因为永健这本书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它是第二版 通常第二版出来的时候 跟第一版可能认为说 只是书卖完了 增补一些新的资料 update一下 但是永健的第二版是 着着实实 等于是写第二本新书 加了很多 它后来的研究的新的了 所以第二本书 其实是 基本上来讲是一本 在我来看就是一本新书 虽然它的章节只是 那还刚刚破题 就选了一个非常好的 有趣的题目 不瞒各位说 在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朋友 或者是我 可能跟很多朋友一样 都并没有从这个角度 去看400号解释 就是说 会知道这是一个很贵的解释 但是 是不是最被误解的解释 那 我来对谈 那我试着讲 跟刚刚 这个 其他的解释可能 在我来看 但是是在永健的 解释的基础上 当然先要说一件事情 就是 这里头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定义 就是 是一个 使用的必要 公众使用的必要 有一个问题 是因为在这个定义里面 他讲是 时间很久 久远到 根本都不知道 怎么开始 那 这个 这是 三个 要件中间的 一个要件 这个要件 回来谈 第一个要件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 实际上的困难 事物上 就是说 你到今天 要去讲 它到底是必要 还是不必要 你怎么证理 那个必要呢 是从什么时间 以什么时间算 是以开始的时间算呢 还是以今天的时间算 我们随便举例 假定 我举一个 不晓得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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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假定说 我们说 现在 我们就说台北市 有一条路 叫中山北路 中山北路 在很多人观念里面 会认为 那是天母 到台北 非常重要的 一条干道 它是不是 必要 你这样讲好 如果 假设 中山北路 中间有一段 是 400号解释的 地 那我们现在来问 这块地 算是必要 还算不必要 我们如果 把中山北路 封掉 天母要来台北 可能蛮麻烦 它是经济上便利 或者一时的便利吗 就你怎么判断 这个别 那都不要说 归到日志 日志时代 它是怎么看 就是后面那个定义 会 如果我们的结论是 不是必要 是现在的必要 是以今天这个点来看 那这个必要 包括不包括 另外逐路的可能性 那 我不是说 永健讲的没有道理 我觉得永健讲的 非常有道理 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但这个角度里面 牵涉到一个问题 这个角度 其实在问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 用大法官的名词 其实这个名词 不是大法官串 在之前就 我不晓得是 哪一位很 很有天分的 法律学者 或者是专家 借用了 物权上的 地义权的概念 但是却偷天换日 把那个地义 其实人意 拿来换成地义 刚刚已经讲了 非常清楚 然后创造一个 所谓的公用地义关系 看起来很有那么一回事 其实是根本 讲不清楚的一个概念 就大法官就用了 这个既有的这个名词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名词 是被政府用的 因为政府在讲说 我们的这个地 到底需不需要征收 等等 他要道路用地 要有地 木上是道 等等 他创造了这个名词 在进了公文书 那大法官也就 接下来 就试图来定义这个词 好 那大法官当他 他讲这个 是在讲说 能不能成立 公用地义关系 假定我们先不讲 他是公法还是司法 那 四百号解释 如果从 永建的书 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会说 其实他提供了 国家 或者是 他有的时候 可能不是国家 可能是地方自治 法人 因为这些很多地 都是 都是 县市政府 在 在处理的地 那 那 现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公部门 他其实会有几个选择 我们来想象 公部门今天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就是按照 大法官解释去征收 不管是用公告 低价 还是用什么 去征收 一定牵涉到 很多的钱 那有什么 其他的选择 另外一个选择 可能就是 把路封了 还给地主 其实400号解释 后面有说 如果你不用的话 你是 就应该要 还给地主 那 这里面 刚好牵涉到 你要证明是或不是 会跟公部门的立场 刚好相反 就公部门想要主张 是公用第一关系 是谁来主张 是必要或不必要 如果公用部门 不想说 他是公用第一关系 是谁来主张 必要或不必要 因为地主可能会觉得说 我想要说 他是公用第一关系 你来征收 政府可能会说 你要证明 它是必要 它不是必要的话 我可以不征收 我可以还给你 其实政府 还有第三个选择 政府第三个选择 就是不按照 400号解释征收 而另外去用 公用征收 我们下证明 二步 下证明